中国古代有很多造型奇特又威力强大的冷卵兵器 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最后一种游戏厉害 第十位乾坤热月刀 这是一种在民间流传的奇异兵器 大概有两米那么长 这个刀上面和下面分别有五个刀口 使用者只能抓着它的中间部分将两头向外挥动 以此来杀死敌人 第九位蓝面走 清代江湖著名兵器 七行为铁质汗烟杆 外带烟带锅烟带嘴 这兵器看着不起眼 但却能克制十八般兵器 刀手使用非常霸道 很容易致死致残 第八位七刀连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把刀的造型十分特殊 它不仅是一把刀 也是一个镰刀 而且非常的锋利 一旦用这个武器勾张敌人的头部 基本上这个人就已经死了 第七位龙头赶棒 这个武器有两个头 一头是龙头 另一头是锥子 使用方法十分广泛 古代的很多人都用这个武器 第六位 判官米 相传这个武器的使用者 是阎罗殿的一位判官 严格意义上说 它并不是一件格斗对抗实的兵器 而是一件衬人不备 出手制敌的暗器 第五位龙头大闸刀 传说这个武器是受到包青天龙头闸的启发 大闸刀形至为龙头与尾 但又不识闸刀造型 全长一米八到两米 由手把活动空间较大 许多动作需要周身盘绕 上下翻转 使用难度很大 第四位 八卦风火轮 风火轮又名环 就是用金属制成的圆环 圆环的直径约为25厘米 除握手处之外的边缘都有力量 依靠身法变化 在实战中以近战和索后敌方兵器为主 第三位 子武鸳鸯月 子武鸳鸯月是由清代董海川所创 幼教日月乾坤剑 月分子武 一雄一子 实用是开合交职 不及布里酷似鸳鸯 顾名子武鸳鸯月 死兵器练法与众不同 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第二位 铁吉利古朵 这兵器就是在锤头上加上很多锐利尖刺 这种兵器类似长饼锤 木饼上安装一个蒜头或吉利型的重铁器 凭借重力锤击敌人 使用者多为力大勇猛之人 两军交战时大力锤击 一般敌将很难抵挡 第一位 血滴子 在众多的冷兵器当中 这血滴子绝对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 相传是毛山道人权倾发明的 在清代有一种说法 血滴子是杀人力气之手 因为这种类似于暗器的武器 正是雍正皇帝的特务组织 所经常使用的 它是一种外形类似于半圆行动 内部含有一圈风云的快刀 使用的时候就把血滴子发射出去 扣在人的头上 发动机关 等到再收回之时 对方的人头就被血滴子带回来了 场面十分血腥恐怖 让人不寒而裂 听了这么多的奇葩冷兵器 你觉得哪个最厉害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